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100问 欢迎来到 《转生台北调平台FM104.1》 来进行的是 每周三早上的 富足人生100问单元 那么在这个单元当中 也都会邀请到的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圣德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欢迎导师 我们之所以知道 早上跟晚上的差别 当然就是太阳了 像导师的大名当中 有太阳这两个字 所以太阳跟人类的生活 身体各方面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太阳它的重要性为何呢 这个好像我们跟太阳很生疏 才会问这个问题 我们跟太阳之间为何 但是你看啊 我们每天不都是看到太阳 从中方升起 从西方落下 对不对 不管是从我们小时候 还是昨天 甚至于明天 他也都是这样子做的 那所以有的时候 我在我的讲座里面 就会问这个参与者 你认识太阳吗 认识的举手 几乎每个人都举手 那我就会说 你真的认识吗 你觉得你真的认识吗 那很多人就在想 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怎么叫做真的认识 那我说 那你再举一下手 你觉得你真正认识的太阳的人 请举手 都没人举手了 突然觉得很害怕 这个的确是我们这一生里面 最亲切的朋友 他每天都出来跟我们打招呼 而且陪伴着我们 那么多小时 但是我们的感想就是 一讲到太阳就想到炎热 对不对 一讲到太阳就觉得 那个日震当中 让自己在低汗的感觉 这就是大部分的人 在讲太阳两个字 出来的画面 但是太阳呢 在我们地球道场 在地球这个 每一寸的土地上 它与我们实在是 太息息相关了 就好像经常人家讲 如果没有太阳 那可能这世界就不存在了 因为植物也长不出来了 这动物也没办法存在了 那这世界可能就不是原先 我们所想的怎么样的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这样子一幅美丽的情景 所以太阳呢 它是不是能够跟我们做一样的共振呢 能够给我们祝福 也在在影响了我们今生的命运 其中或福的这种种种的场景 所以讲起太阳 其实它跟每个人 非常非常有密切的关系 只是很多人它疏忽了 那么过去呢 也有些人 大概知道太阳一二 或者是有太阳的 什么样的一个经典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传说 在超义生命码系统里面呢 我们就是借由太阳的正能量 来用我们的方法 把这个正能量 转化成为我们的正能量 那么当我们正能量比较多的时候呢 那在这个世界上呢 比较容易生活 所以在这些年呢 已经有很多的人呢 开始有这样子的试验 就发现的确如此 所以很多人呢 不管他相不相信 做完实验之后啊 就没有太多自己的想法 真的 讲的都是太阳的伟大 太阳的可爱 所以太阳的确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大家应该想说 今天的复读人生一百问单元 要探讨自然科学吗 讲太阳 但是还是有很多 在自然科学里面没有的东西啊 就说 像以前 就是说 科学家也在讲啊 太阳它的表面是 多热多热 多高的温度 对不对 对啊 但是在这些年 近年来 科学家发现 太阳的表面是有水分的 并不是像我讲 这么样的火热 真的 那你就很 很纳闷了 这个 以前是 没没看到还是怎么样 那现在怎么又会有 另外一种讲法 是不是 还有一种学说啊 有科学家发现 说 太阳上也有生物 真的 对 这个就是 这个 令人百思不解 怎么会越研究 好像 越突破了 以前的讲法 嗯 那的确 这些年 很多人 也都在 他的 实验中吧 他们说 我们的学员 他进入到超级分泌 他借由太阳的正能量 和太阳产生共振啊 因为他发现 太阳跟他现在的关系 不像以前那样子 以前都总觉得 太阳就是高高挂在天上 跟他之间 也没什么互动 也没什么感觉 嗯 就太阳是太阳 他是他 他只知道太阳啊 会有这个 阳光的温暖 嗯 跟他之间呢 有这样子的一个 相对应的关系吧 嗯 但他进入到超级生命码以后呢 他用这个方法的练习啊 嗯 他发现 太阳犹如 你人化 嗯 跟他之间变成了好朋友 哦 嗯 所以就令人觉得 诶这个到底是天方夜谭呢 还是在这个 奇幻的小说之中啊 嗯 的一些剧情 嗯 好比说我们有些学员啊 他在这个阴雨天 对吧 对 在看着天空啊 哇 一片乌云的情况下 嗯 他想着这个太阳啊 在这个乌云的后面 被乌云藏起来了 嗯 所以呢 他就想着太阳呢 跟太阳这个 在心中啊 跟太阳打招呼 哦 嗯 这个问好 好像这个童话世界一样 你能相信吗 嗯 居然在这样子的阴雨天 嗯 这么浓的 这样子的 乌云密布的情况下 嗯 太阳居然出来跟他打招呼 哦 哇 这讲的真的叫做 天方夜谭了 是不是 嗯 但是呢 像这种实验呢 相对应 让我们的学员看到 感受到那股感动的 嗯 这种事实呢 在我们全世界各地的学员 嗯 做这样子的实验 而真的看到 这其中之妙的人呢 已经不是一个人 十个人了 嗯 已经有好多好多人 嗯 他们都发现 奇怪 像是太阳 怎么这么活泼 嗯 怎么可能 在这样子的一个 天候情况下 太阳居然会出来 跟他打招呼 嗯 而且有的时候 出来打招呼是 你一看到 跟他一打完招呼呢 哎 他又回去了 躲起来了 然后你心中 就是一阵感动 嗯 哇 这不可能事情 居然发生了 嗯 那这个时候 就很多学员 就对太阳的兴趣啊 更加的浓厚 嗯 哇 感觉蛮神奇的耶 原来太阳 可以跟我们之间 有一些些的互动 但是 我们先来讲讲 就是说 太阳跟能量 还有太阳跟 就是我们说 怎么样跟太阳之间的共振 呃 太阳有能量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在一般人 就可以体会的 比方说呢 在挪威芬兰那个地区哦 因为他们有一些时候 呃 冬天是 太阳出现的时间非常短 所以呢 当地的人民哦 的忧郁症的罹患率 非常的高 所以后来芬兰 他们研究发现 就是因为当地的日照时间 太少了 所以后来他们怎么样 治疗忧郁症的病人呢 就是他们利用 阳光 利用光线 来治疗好 忧郁症的病人 所以太阳跟能量之间 它确实是有关系的 不过刚刚老师说到 太阳 跟我们之间 可以来做共振 所以这个共振 是说 太阳发出它的能量 我们也 发出我们的能量 给太阳吗 你刚提到说 这个 你刚说 是 这个世界 有些地方 它的日照时间比较少 所以他们都 忧郁症比较多 对 我自己曾经 待过 美国的北加州的 旧金山 那边呢 尤其是冬天 它的太阳 出来的时候 几乎要到 中午12点以后 所以在那个城市 你总是觉得 好像少了什么东西 然后它出来没多久呢 又太阳又下山了 所以它那个城市呢 感觉上 不是那么 那么样的尽性了 看着太阳 但是你来到 这个南加州呢 你发现 哇 这太阳的 这个表现实在 太优越了 那种感觉啊 那种能量啊 的确不一样 和北加州的 尤其旧金山 这个奥克兰那边呢 的确不一样 所以这就在在 证明了你刚刚讲的 这个太阳出现的 时间的长短 会影响当地 人民的 这种身体 心理 各种的反应 很严重的呢 可能就变成忧郁症 对吧 或者是那些 比较奇奇怪怪的 病变了 那说来说去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你能量 能够得到的 来源不多 或者是 能够被太阳啊 温暖的这个 照着 拥抱着的 不多 所以渐渐的呢 这能量就 变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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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太阳的正能量不多了 那负能量多的时候 不平衡了 不平衡了 也就有所谓的 病变的产生 那你刚刚说 如何跟太阳产生共振啊 这个太阳的能量 如何过来 这个呢 在超音声密码里面呢 它有实际的方法 来教我们 如何和太阳之间呢 产生 从你的这个身心灵啊 和太阳之间 都好像这个 电报一样啊 你可以打电报过去 它可以打电报过来 和你之间产生 所谓的共振与交流 然后让你在这个练习的当中呢 太阳的能量 可以真正的转化成 我们所需要的正能量 然后在这样子的 能量的增加当中呢 感受到自己 现在跟以前相比的 因为正能量的提升 自己的境遇也变好了 身体也变好了 所有的事情都变顺了 一切皆是吉祥之相 那这个呢 就是我经常估计 我们学员的 或者是与会大众啊 我们只讲科学 不讲玄学 科学呢 是要有实际的 实验报告的 来做比照 所以呢 不妨邀请大家 来练习练习 我们这个 超级生命码里面 教的方法 怎么样跟太阳 相互之间产生 连结以及共振 所以它有一些步骤 可以让大家来做练习的 可以跟太阳 来做一些共振 所以共振到最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太阳的祝福吗 所以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 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 是比较正确的呢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想说 啊 那我就是一心一意 想要得到太阳的祝福 所以有些人也许是带着一种目的性的 所以是不是在这个起心动念上 就要先有比较正确的方向 我在以前的节目里面 有很多集我都讲到说 在超级生命码里面呢 教我们的学员是 第一个要合于天心 跟天地的频率啊 能够调到一致的时候 你才能够得到天地的祝福 所以在跟太阳相共振的情况下呢 你的心必须要合于天心 在天地的真理的这样子的一个规范下 来做好我们为人的角色 这样子来做实验才有效果 因为太阳的能量要下来啊 其实它很快啊 一秒钟 十分之一秒 百分之一秒 千分之一秒 啪啪就下来了 但是我们是不是那一个受气啊 就跟我们和天地间 能不能产生共振 合于天心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这讲起来 是大家来品味其中 好所以导师呢 在节目当中做了非常多的分享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 在全世界各地 其实有非常多的学员 在网络上 或者是在影片上面呢 分享他们自己的心得 那像我在群组当中 也看到很多人在分享 他们自己 从这个超级生命密码当中 有得到许多的收获 在YouTube里面 有很多的直播的录影 在我们的分享会 或者是某位学员 他开战而谈当中 你再再可以看到 这个能量的提升啊 来帮助他们 解决了他们什么样的问题 能够在YouTube上面 做一些搜寻啊 就会看到很多很多人 在讲他们自己的故事 栩栩无声的 对 所以如果觉得 听我们这样的分享 觉得很有兴趣的话 想要进一步了解 刚刚导师说 在YouTube上面非常多 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 太阳圣德 或者是搜寻 超级生命密码 也都可以找到 很多相关的影片 那或者是呢 您想要再进一步 有跟详细的 做了解的话 也欢迎大家可以 直接拨打 0255995439 0255995439 那相关的 想要了解的部分 有问题的部分 都可以直接来做请教 那0255995439 0255995439 就再次提供给大家 在这里我们也先来 听一首有导师 作词作曲的歌曲 我的太阳 收拾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正生台北调平台 FM104.1 在今天进行的单元 是富足人生 100问的单元 那么在这个单元当中呢 都邀请到的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 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圣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老师好 叶如你好 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好 所以我们刚刚在 上一段节目当中呢 谈到太阳 除了带给我们 这个每天的白天 或是黑夜的差别之外呢 其实太阳的能量 还有我们跟他们 跟太阳之间的共振 是可以带来 很多不同的改变的 所以接下来 请教导师就是说 那太阳 它会给我们 什么样的祝福 它跟我们之间的 关联性又是什么呢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好像平常没有注意 哪一天呢 你自己想到呢 哎 心情不好的时候 出去晒晒太阳 就你出去一晒太阳的时候 你的感觉 之前和之后啊 犹如天壤之别 嗯 原先都没有想到 什么样的idea 可以解决问题的 一晒完太阳 哎呀 灵感来了 嗯 结果晒完太阳 就把问题解决了 嗯 差在哪里呢 就差在能量 嗯 那么你 太阳的时候呢 你发现呢 这个感觉 随着这个能量的吸收啊 然后这个心情啊 这个智慧啊 各方面都好像往正面性的开始拨转了 嗯 所以这个倒是可以建议我们的天中朋友们可以做做实验呢 是不是真有如此 嗯 来证明的太阳是可以给我们正向能量的一个太阳的原 这个能量的源头 嗯 所以不必来做一个很客观的科学实验 我知道有时候像下雨的时候 人家说下雨的时候特别容易产生文青 因为文青在这个时候都特别感伤 所以像这种 对对对 阴天的时候啊 呃 太阳是不是就没有办法 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太阳的这种能量了呢 所以我们的这个系统啊 超级生命码系统呢 就教导我们学员呢 不管你在哪里 白天还是晚上啊 太阳出来还是太阳没出来 嗯 你都可以运用我们的方法 随时和太阳之间产生互动 哦 产生共振 得到太阳的祝福 嗯 所以这是平常我们必须 这个 练练冰呢 嗯 所以不管是外面是白天黑夜 还是云多云少啊 嗯 你都不会受到影响 是这样 哦 那用在有时候这种比较黑夜啊 晚上的时候心情不好的话怎么办 可是晚上呢 没有太阳啊 所以也是透过这个心法步骤 来获取这个能量吗 对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练习和太阳相共振的方法当中啊 嗯 你在做这样的方法来练习啊 之前跟之后 你会有马上强烈的差异的感受就出来了 而且生活的静啊 那一切的现象的改变 也都会给你答案 嗯 真的是如此 嗯 所以这个生活的静 因为导师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 这个静呢 它这个字是静向的静 还是静域的静呢 静域的静 静界的静 哦 所以一旦我们跟太阳之间有了共振连结 有了能量之后 我们的这个静域静界 也就会开始有些转换 对 就好像我们刚刚讲说 你出去晒晒太阳 你在看到别人的时候 不像你原先待在屋子里面 看到人都觉得悲哀 嗯 你在看到晒晒太阳 你在看到人 觉得人很光明啊 嗯 很有希望啊 大家都很热忱啊 哎 感觉不一样 其实是他们变了 还是自己变了 是自己变了 嗯 是这样 所以很有趣 我们说一间房子 有没有向着阳光 或是它有没有照到太阳 它可以改变一整个屋子的气氛的 真的 你说 这个好的风水是 坐北朝南 坐西朝洞 嗯 对 你不相信呢 你去你的房子 如果你知道东南西北 在北边的这个房间 它一定比较冷 嗯 在南边的房间一定比较热 嗯 不是热 就是温暖一点 对 如果你有亚信可以去看看 你说这是什么 这就是风水 嗯 北方因为属水啊 所以它比较阴冷 嗯 这个南方属羊 哦 所以它比较这个温暖 嗯 所以这些东西呢 它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嗯 哦 所以你能够懂得了 这些东西呢 你就比较能够活用啊 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上 嗯 你也就会因此 哦 是帮助自己啊 能够成就更多非凡的成果 嗯 就这样 所以刚刚上说 这个北方跟南方啊 其实我们细看一下哦 北方的人就是感觉比较严谨 或是比较寒冷地带的国家的人民性格 通常都比较严谨 也许感觉上比较冷漠 好 像我知道像芬兰呢 人跟人之间实际站的距离是非常远的 好 他们给予彼此空间非常大 那像南方的国家呢 哎 当我们说南方国家的人民 第一个浮现出来的感觉 应该就是很热情 很活泼 是 然后比较大方 所以这个个性上 真的会有完全不同的差异 要比说我们台湾的人民 嗯 每一个人都很非常的热情洋溢 对不对 非常的有人情味 嗯 那这一些可能就是 哦 在这样子的一个 南北啊 东西南北之间呢 嗯 它的某种的能量源定位点 都不一样 嗯 导致当地的人民表现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 嗯 所以我们说太阳给我们很多的祝福 除了在性格上 个性上 心情上 会给我们不同的改变之外 还有在哪一些具体的事项上 我们透过跟太阳之间有的共振 可以有很多的祝福呢 几乎在你生命当中所有的课题 只要跟太阳之间产生共振呢 产生交流 被太阳祝福 你生命中所有的课题 都有可能被 这样子的一个正面能量所照顾到 嗯 所以在超级生命码 你翻开来 大概第三页 嗯 他们也就讲啊 如果你可以贯通这本书啊 你会得到下面这么多的好处 嗯 那有空呢 可以打开看看 哇 很多很多好处 几乎你今生啊 要遇到的事情都在里面写出来了 嗯 那为什么呢 嗯 因为当我们能量充足的时候啊 这个静就会开始改变 嗯 所以我们为人处世啊 在这一辈子 短短的这几十年 如果懂得这些道理 真的知道怎么样的活用运用 嗯 其实会活得比较光彩 嗯 会活得比较实在啊 嗯 也会活得比较自在 以及圆满 嗯 所以 呃 在呃 今天的这个 富足人生一百问的单元呢 到时候进一步的跟大家分享 太阳跟人之间的关联性 还有给大家的祝福 所以 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步骤 可以先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也许第一步我们应该做什么 可以让我们跟太阳之间的关系 可以不再像从前那么的冷漠呢 第一步当然就是我刚刚讲说你要自己成为一个兽器了 哦 而那个兽器刚刚就讲了就是你必须要合于天心 嗯 哦 跟这个天地之间啊 它没有距离的 天地希望我们 这个为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扮演的角色呢 嗯 要做到 嗯 要做到以后呢 你要跟天地产生共争 跟太阳产生共争 才有可能来做其中的科学实验 嗯 所以呢 就是至少要做一个 不是自己认为好人的好人 嗯 要是能够经得起天地检视 嗯 嗯 这个一些真正这个天地真理啊 来做一些后盾的这个所谓的好人 哦 那这样子的 嗯 哦 一个本钱呢 嗯 我们才有资格获得太阳的祝福 嗯 而这个 哦 已经有很多人做实验了 嗯 很多人进入到超越生育码系统 他很急 他很希望赶快改变问题 嗯 能够有阻光 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呢 这必须是要有一个 不管是说你有没有准备好 还是说这本来就应该最 基层的功课 你有没有做 嗯 那如果有了 好 他进来呢 他就会开始造成我们的系统啊 一步一步的 好 看到 哎 转变了转变了 越转越快啊 嗯 马上好像判若两人 嗯 如果他说我是来试试的系统 啊 试试你这个系统 嗯 所以他还不是天地这样子的一个祝福的受气啊 嗯 他还没有任何跟天地之间啊 被天地赞同的点啊 嗯 那他要来试呢 他就好像一个绝缘体 嗯 嗯 所有太阳跟他之间共振的能量到他身上都流到废土上了到这个地上了 没有办法在他身上产生作用 嗯 也就是说他的身心灵是没有办法接收太阳这样子能量的加持与祝福 嗯 所以你说第一步要先先准备什么呢 嗯 先准备做一个合乎天地要求的这样子的一个好人 嗯 而这样子的一套标准在哪里呢 就在这个地之规的这里面 点点地第一笔要做到 哦 那那才是有一个可能性的好人的受气啊 嗯 嗯 才会有可能得到天地的祝福 得到太阳的祝福以及加持 嗯 刚倒是说到有根据的好人 或是有后盾的好人 哎 因为我觉得当好人还真不容易啊 我们随时 还真不容易啊 还真不容易啊 有时候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你真想当坏人啊 对 对啊 所以刚刚说我们当好人有后盾 是不是凭借我们自己的意志力去当的 是有后盾在帮我们的 就是说呢 这些天地真理 我们能够严格的遵守 嗯 它是让我们今生为人啊 能够这个角色演得比较 到位的 嗯 一种诉求 那你说好 你刚刚说 哇 这生气的时候 真的不想当好人 想当坏人 对不对 对啊 所以当我们没有这一套 所谓的这样子 合于天心的一股共振的机制的时候呢 嗯 它就有可能像你刚刚所讲的 我遇到很被子的时候 我想跟大家同归于尽 嗯 对不对 真的 我想这样子 跟大家 就是不欢而散呢 嗯 就是我提出一大堆莫名其妙的 想法 说法 做法 嗯 我才不管你 反正我爱怎么样做 就怎么样做 对 但是问题是 他这样子的 任意的去做了 嗯 真的会为我们带来一条 光明大道呢 还是把问题 更加问题的堆积在那儿 永远了无出奇的 让自己今生或来世 都没有答案的 这样子的一天过一天 嗯 这倒是一个课题 应该让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好好脾胃脾胃 嗯 我们看着自己 或者是想着别人 嗯 那一些他曾经 他不顾别人 他觉得 我才不管好人坏人 只要不合我意 啊 不管是杀人还是放火呢 我都觉得OK的 嗯 但是他就真的 这么耍帅的做完之后 嗯 对他那一生又没有 真的去帮忙他 嗯 获益呢 还是带来更多的问题 嗯 所以这有时候就是 智慧的问题 嗯 那我们要得到太阳的祝福呢 就必须要想清楚 嗯 想通了这个逻辑 嗯 真正能够和天地产生共振呢 嗯 得到天地的祝福 那随之而来的 太阳的祝福 也才会在其中 嗯 这样 所以我想今天这一集呢 大家真的要反复仔细的听 仔细的想 把这个逻辑想通 想通之后呢 在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当中 导师都会提供给大家 真正去落实的一些步骤跟方法 让我们真的成为 被太阳祝福的秀气 那如果想要知道 那如果想要知道进一步的做了解呢 大家都可以在网路上搜寻 超级生命密码 就可以看到粉丝专页 那除此之外呢 在全省各地也都有不同时间的 超级生命密码 圆满人生精英会 在大家一起来研读 超级生命密码当中的智慧 那另外呢 也欢迎大家可以 在上班时间 拨打电话来做咨询 0255995439 0255995439 这个电话就再次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有任何的问题呢 也大家在每一天的 每个礼拜三早上的 附作人生一百问的单元当中 也在这个里面 获得许多的智慧 好那在今天呢 也再次感谢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升的导师 精彩的分享 谢谢导师 谢谢映如 谢谢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